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 有这样一个朝代 它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力 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包容力 那就是唐朝 唐朝是五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唐宗宋祖也成了伟大的代名词 唐宗代表的就是唐朝的第二任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太宗麾下有这么一个将军 他当过皇帝 还在大唐立国后远征西域 他就是程耀金 目前程耀金的墓碑已经出土 他的墓碑上 镌刻着许多唐代的历史 这为我国研究唐代历史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墓碑上也解开了程耀金 为什么被武则天迫害的千古谜题 福将程耀金 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两集《隋唐英雄传》 这部电视剧是由我国古代的小说 《隋唐英雄传》改编而成 既然是小说 那么其中的情节多有虚构 因此程耀金在《隋唐英雄演义》里的战斗力很低 但是实际上程耀金的战斗力可实在不低 程耀金自意争 唐朝开国后改名为枝杰 程枝杰此人骁勇善战 善用马朔 并不是所谓的喧花板斧 在那个时代 隋杨帝杨广暴虐 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大肆的剑枣 让百姓们民不了生 据说 当时隋杨帝杨广 为了下江南去寻找美女 每年都要花费数以万计的白银 而这些白银都是从百姓的嘴里 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而程耀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加入了瓦钢军 在这之前 程耀金只是乡里的无名小族 因为政治乱世 盗贼无数 程耀金只得放下锄头 拿起武器 保护自己的乡里安全 后来 程耀金的组织越来越大 组织中也愿意将他称为首领 说程耀金做过几天皇帝也不过分 后来程耀金率领这些兄弟加入了瓦钢军 归顺了李密 在这里他结识了秦琼 善雄信 徐茂公等人 也就是后来演义里的瓦钢寨解义 在瓦钢军中 程耀金靠着其战斗力和勇猛无畏的勇气 被李密称赞和赏识 后来 李密和王世冲在北芒山决战 由于李密的决策失误 导致李密和王世冲的决战中失败了 程耀金和秦琼也成为了王世冲手下的俘虏 但是 王世冲并没有杀死他们 而是把程耀金和秦琼等一众俘虏 好生安置 并且任命程耀金为将军 待之身后 可是王世冲此人好美色 又生性狡诈 绝不属于明军的反仇 王世冲的行为让程耀金非常不屑 在王世冲攻打故州时 面对李渊的军队 王世冲命秦琼为龙襄将军 命程耀金为将军 但是程耀金和王世冲刚到阵前 便下马归顺了唐军 而程耀金也开启了其唐朝名将 轰轰烈烈的一生 程耀金加入唐军后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辅将 程耀金先后攻打宋金刚 窦建德 所到之处都大获全胜 被唐太宗李世民 称为大唐辅将 在礼堂建立后 程耀金的官位越升越高 升得唐太宗喜爱 相比于演艺里的程耀金 现实的程耀金 似乎多了一些勇气和无畏 但是故事有开端 就会有结尾 最终 程耀金在长安城家中去世 享年77岁 程耀金是林燕阁24陈中 少有的寿终正寝的开国远轩 但相比大家都知道 程耀金为人刚正不阿 脾气冲动火爆 但是为什么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 没有对程耀金下手呢 程耀金和武则天 根据程耀金碑文的记载 程耀金死于公元665年 这个时候正是唐太宗的儿子 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期 李治作为唐太宗的儿子 其政治手腕非常强悍 武则天在李治在位期间 并不敢展露自己的野心 只能小心翼翼地对待李治 直到李治晚年身体状况不佳 时常头晕目眩 才给了武则天的可乘之机 李治在位期间政治清明 被称为永辉之志 直到李治去世 武则天才登上皇位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而之所以武则天没有迫害 程耀金的原因 就是因为武则天在位时 程耀金已经不在了 武则天插手政治是在上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六七四年 而根据出土墓碑显示 这个时候 程耀金已经去世快十年了 两个人在朝堂上根本就没见过 武则天又怎么能迫害程耀金呢 但是 以程耀金的火爆脾气 如果武则天登基时 程耀金还在世 恐怕程耀金还会大闹一场 但是历史向来没有结果 程耀金征战一生 最终得到善终 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时间来到现代 程耀金的墓碑在赵林木周围被发现 而程耀金墓碑的碑文 则重塑了唐代历史 程耀金的墓碑在发现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 程耀金去世的年份 在这之前 程耀金的生族年往往是不祥 很多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 程耀金的生族年 程耀金去世的年份 亦是成了谜题 甚至一些人已经觉得 程耀金本人是演绎虚构的 原形正是成之节 直到成耀金的墓碑被发掘 人们才知道 成之节就是成耀金 而成耀金的碑文 更是补充了我国唐代的历史 成耀金的碑文 讲述了成耀金传奇的一生 碑文向我们展示了 成耀金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战士 还有其加官授觉的具体时间 有很多在我国唐代的史书中 都是没有记载的 而成耀金碑文的出土 让我国补全了唐朝大部分的历史 无论是成耀金还是武则天 他们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们只能从史书上 聊聊几句话中 看出一些端倪 没有人知道 在他们的故事里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凶险 和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 就像武则天的无自卑 专家们总说武则天的意思是任后人评说 但是应该还有一种 后人不知我身前事 就莫凭我身后名的傲气吧 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武则天的内心 其实历史就是这么让人着迷 我们总能在史书中 在故事里看到不一样的古人 读到某件事时也会惊心动魄 看到某篇文章 也会有当服于大白的想法 古人就凭着书上的一句话一个字 跨越时空和我们重逢 向我们诉说着他们的一生 可能有悔恨 可能有自豪 而我们默默品味这些故事 创造自己的人生 好 好 好